1981年地震使这座古佛塔半毁 工人清理瓦砾时 发现清退的佛塔地基下有块石板 他们抬起石板 用手电筒一照 发现石板下有东西闪闪发光 当地的考古学家火速赶到现场 走下一小段楼梯 眼前是一室琳琅满目的宝藏 他发现精雕细琢的黄金雕像 装有佛陀植骨的银河 除了这些圣物之外 还有薄如纸片的天青色青瓷 满如明镜般闪闪发亮 古代帝王的密色瓷 在失落千年后终于重现人间 在中国人眼中 玉比黄金更加的贵重 玉象征天地之间的连结 以及人类与灵性世界的沟通 就曾经有一位帝王 以十五座城池来换取不赢一卧的玉雕 古代的中国贵族 佩戴着壮如龙凤的玉制护身符 以象征自己刚正不恶 并以玉气陪葬心爱的亲人 建议抚慰他们的灵魂和防止肉身腐化 玉是中国文明中永恒的象征 更是古代中国陶将念兹在兹的梦想 他们努力了数百年 以创造能于之媲美的纯净透明材质 钦慈问世后 梦想似乎一蹴可及 但是瓷器才是他们梦寐以求之物 瓷器和幼陶截然不同 对方说 钦慈 是将以铁为橙色剂的绿幼 涂抹在陶器的表面 瓷器的胎和幼则是柔为一体 形成如同玻璃般的质感 因此 公元七百年左右的晚唐 瓷器问世后 中国陶将终于一元美梦 得以制造出纯净透明 并且带有预质感的质才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突破 便是结合了陶瓷的所谓胎和骨 即细致的白色高陵土和碎长石 加上高达一千三百度的摇温 胎又结合完全 名如敬 生如盘 生如盘 的细词 于是诞生了 有了这项进步 历经数千年不断尝试的细词 终于问世 虽然一问世便被视为真奇异宝 但是瓷器问世后的五百年间 幼陶仍然是中国陶瓷的极品 中国最著名最精致的陶瓷 均出自古都开封附近 今日的开封已成了寂静的工业小镇 我们很难相信在十到十三世纪间 与黑死并肆虐欧洲的同时 这座城墙内是世上规模最大 生气蓬勃的大都会 北宋文官都是顶尖的古董陶瓷鉴赏家 也赞助或投资设立了多处的民谣 公元1100年 徽宗将这股不凡的艺术品味 带进了南都开封 他的宫中珍藏着无数的艺术瑰宝 都是从国内各地网络而来的 百姓得知 徽宗有意成立新的官瑶石 开封附近知名的陶将 都带着自己的精心杰作进京 静香希望能博得皇上的青睐 象牙白的定瑶白词 便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宋朝的定瑶白词 盘子的胎体有磨印文式 最特殊的一点是 盘盐包铜 铜盐制作原因在于 胎体成型上钮后 将边缘的钮擦掉 并将作品倒置 放进特殊的霞拨内重烧 霞拨是烧制时避免 用灭粘腹摇沙或灰尘的水泥香 倒置的胎体放在霞拨内 烧制时支撑力较强 并降低了变形的几率 但烧制后露胎的边缘 自然会相当粗糙 定瑶白词 原是宫廷专用 直到后来 宋代皇帝别有所爱 转而中情于五大名谣 比如乳 菌 官 割等各谣精品 割釉造型往往仿字 祭祀用的古玉器 但作为御用器皿 却嫌厚重 菌摇无论色泽 质感 均属上乘 因此为宫中所采用 但作为御用品 则人嫌不够细致 徽宗希望有更精致的极品 他独到也曾封闻过 玉石般带烟青色的密色词 因此一眼见到天青色的汝瑶 便荣兴大悦 并且马上下令汝瑶 烧制这种羽青色的器皿 而今这类精品传逝的 仅约四十件 十二世纪迁都杭州后 景德镇开始生产宫廷御用的陶瓷 有个欧洲人凭空想象 将景德镇描绘成 农舍处处的淳朴乡野 此景和这座肮脏的工业城 相去甚远 1712年 造访当地的耶稣会教士 曾写道 数千户制陶人家 日夜不停的烧陶 中国人称其为 日夜闪电雷鸣之毒 到了十四世纪末叶 景德镇成了中国的陶瓷重镇 这主要是当地盛产原料所致 中国人在此开辟明文侠尔的生产线 大量生产陶瓷行销全球各地 陶瓷很快就安部就班 熟悉所有的技巧 景德镇因而享有陶瓷的 全球美誉 虽然景德镇多数的工厂都已现代化 但是细心走访城市外园的山坡 仍然可以预见坚持已五百年前 让景德瓷称霸国际的传统技艺古法 烧至陶器的人 他们坚持每件作品 都以手工精心打做 如此才能维持一贯的独特风格 抗拒工业化机械生产的潮流 抗拒工业化机械生产的潮流 但就手工艺品而言 景德瓷的产量算得上相当的高